生活已痛闻我 但是有人却能抱之以歌 近日无比男孩彭超他收到了同济大学研究生录取通知书 六岁时彭超不幸触碰了电线导致双臂截肢 他以脚带手生活自理 2015年彭超以603分的高考成绩被四川大学法学院录取 彭超说未来还有公读博士的想法 他会更加的努力 成为更好的自己 虽然说没有手臂 但是你有翅膀 彭超好样的 近日七月份 新式暑假作业也纷纷登场了 最近上海一个中学的六七八年级的学生就接到了一项假期作业 用搓衣把来洗洗自己穿的小衣裤 学校校长表示 现在生活便利了 但是舒适和便利也造成了懒惰 这个举动不是为了开展劳动教育总秀 是想让每个孩子都养成一个好习惯 最近学校又买来了320块新的搓衣把 准备发给今年秋天入学的新声 一块小小的搓衣板 希望真的能够让孩子们体会到那五个字 劳动最光荣 好多的民族 它们有一次就点了 老大学的新声 而且在六美丽 还在三美丽 带来打开 一ру三美丽 就是这样的赢衣部分 就在那里面 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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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多了 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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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多了 越来越来越来越多了 越来越南越掌